Hey guys, welcome back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搭配在用中级的第三十课 这也是真正完成了这本书的一半 第三十课呢 主要讲的内容是work 工作 那首先呢,我们一提到work 就会提到三个词 第一个呢,叫job 第二个呢,叫career 第三个呢,叫work 对吧,这个在我们的partie里 就要进行区分 首先job讲的就是工作这件事 我去求职啊 这是一个非常恋人满意的工作 或者怎么样 career呢,指的是这个人的事业 这个人的事业登上了高峰 这个人的事业被人破坏了 从事什么样的事业 work其实主要指的是一个工作量 就是做这件事 那我们通过下面的搭配呢 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job 第一个,每一个搭配我们都来看意思 第一个,a fulfilling job fulfill是实现 对吧,满足愿望的意思 那在这儿呢,一个满足了别人愿望的工作 比如说,我去了大厂 然后非常开心 待遇非常好 fulfilling job就是令人满意 满足的 接着第二个,往左看 a demanding job demand是要求的意思 如果有一项工作呀 特别的要求你 就是怎么样 特别费力 或者 费心的 okay,next one a steady job 一个稳定的工作 接着 to offer someone a job 我们见的非常多了 offer 提供给某人一个工作 比如说我去求职人的老板呢 去offer me a job 转过来 a permanent job 这个比较厉害 permanent是永久的 意思就是固定的 不会换的 对吧 我们比如说互联网大厂里面 一般情况下 你要工作连续10年或者15年 你可能有机会 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签一份永久的合约 那一定要注意 它的反义词 我们常见的叫 temporary temporary呢 就是临时的 temporary okay,接着 to apply for a job 对吧 有人提供给你工作 你就有找工作 apply 申请 找工作的意思 最后 a high powered job 我们去理解 power 这个词呢 是权力的意思 high powered 看下面角度说 an important job 很难形容 在中文里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一个位高权重的工作 对吧 比如说在国企机关 或者说这个人呢 是一家企业里 非常位高权重的一个人 high powered job 既形容了他的这个地位 也形容了他的权利 okay 我们来看work 依然是从 to carry out 开始 carry out 执行 对吧 去做工作 往左边 to complete 完成工作 接着 available to start work available 我们都说过 可得到的 对吧 空闲的 这块呢 available就表示一种状态 随时可以开始工作了 接着 to take out work take out 是承担 从事某一项工作 比如说这个 国外灵 是从几岁开始 滑雪的呢 大概三岁 from three years old she took out skiing 接着 to work closely with 和谁一起紧密工作 那和这些紧密合作的人呢 就成为你的 colleague 同事 同僚 同仁 对吧 最后一个 to supervise work 那工作呢 一定会有一个 supervise 监督指导 有人监督你 监视你 并且呢 能够指导你们干活 就是work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事业 对吧 首先 依然 to wreck or ruin someone's career wreck 破坏 在 18年还是19年 我们上了一部电影 叫做无敌破坏王 对吧 wreck 破坏 ruin 是毁坏 毁掉 毁掉某人的 career事业 毁掉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的前景 也就没有了 对吧 接着第二个 at the height or peak of your career peak 顶峰 对吧 在你事业的巅峰 怎么怎么样 接着 her career lasted 他的 生涯 或者说 他的这个事业 last 持续了 比如说 持续了十年 或者说 持续了二十年 对吧 接着 to climb the career ladder climb ladder 很好理解 爬梯子 在职场里 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对吧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说叫 近身之路 他是一步一步 这样近身的 next one a promising career 非常有前途 有希望的career 那如果一个人的工作 做得特别好呢 a career takes off 起飞了 你就证明他的事业 开始成功了 接着 a brilliant career brilliant 形容 他的事业非常好 对吧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 大好事业 next one to have a career in for example Madison 那就是说 在医药行业 做事 从事这一方面 最后呢 to embark on a career embark on a career 这个呢 就是从事的意思 跟刚刚的take on 非常像 但是呢 take on一般跟work 放在一块 to embark on a career 就是从事一项工作 那我们来看一看 note we say I have a job I don't say I have a work 对吧 我有这么一个工作 job就是工作本身 work更代表了 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们一般用job 来代表岗位 不同的工作机会 ok 那既然我们前面 提到了有申请和招聘 那我们就来看看 job adverts adverts是 advertisement的缩写 我们还可以缩写成 as 就是一个招工的 招聘的广告 do you have a good knowledge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你对于这个时尚企业 时尚行业 a good knowledge 有什么了解 或者说 有什么很好的 理解吗 这不就是招聘吗 我们需要一个 这方面的人 do you have experience in sales 你有没有做过销售啊 are you a good team player 你有没有很好的团队精神呢 are you looking for stimulating working environment stimulate是刺激的 那加了ng变成形容词 就是刺激性的 你是不是在找一份 非常有刺激性的工作呀 would you like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a close team 首先你愿不愿意成为 我们一个紧密 团结大家庭里的 integral part 构成整体的一部分 是吧 构成 整 体 的 一部分 那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呢 其实它从 integral来表示 我们是一块整体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这么一个团结紧密的 大家庭啊 对吧 那integral呢 很多同学可能还有印象 我们说数学里的 整数 integer 对吧 我们在这个 学数学会学到 那英专的呢 可能专8 gmat gmat 都会学到 integer 对吧 接着 we can offer you job satisfaction 我们能够给你提供什么呢 第一个工作的满意度 and generous benefits 我们能够给你非常慷慨大方的 东西 收益 那在这儿我们怎么说呢 就说我们的福利非常好 对吧 别人五险一斤 我给你15险 15斤 当然这是开玩笑 接着 vacancy must be filled vacancy 是 空位的意思 这个空位或者说空白啊 必须 被填满 那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字叫做vacuum 真空的意思 这个真空呢 同样也可以代表 空位空白 vacuum must be filled within three weeks 我们这个招 我们这个招聘的广告 有三周的时长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来看看 things you might do at work 这回讲了一个 私人助理 在很多的公司呢 也被称为这个秘书 我们来看看 Bella Bella has a job as a PA personal assistant 私人助理 basically her role is to take charge of her boss 注意了 take charge of 很多人说是管理吗 你说在这儿他能管理他的bass吗 主要是负责照看 对吧 那负责照看的事儿可就多了 我们看看都干什么 who is not a very organized person and make sure nothing goes wrong 确保没有东西 确保没有事儿 出错 she makes appointments for her boss 他呢为他的这个老板去安排会议 and she makes sure he keeps his appointments 老板们经常要开会 那他要时刻提醒 要确保他的老板准时地开每一个会 she spends a lot of time answering the phone and fielding telephone calls on his behalf on one's behalf 就是代表谁的意思 代表他的老板打电话 对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词叫做field field我们正常去拿这个中汉 银汉词典去搜的时候 可能只能搜到几种名词的形式 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动词的形式 对吧 我们去webster上 so就是to pick up or respond to 就代表他的老板去接电话 或者说这个回电话 那重要的给老板 不重要的自己就解决了 when her boss has to travel she makes the reservations for him 他要帮他的老板做各种预订 酒店啊 飞机啊 对吧 往返啊 这些都要 when her boss has to give a presentation she makes all the preparations that are required 当他的老板要出席做演讲 对吧 不管是做录演 还是正常的公司会议的时候 他需要做所有的准备工作 那PPT啊 对吧 所有的图 所有的文件 including making photocopies of any papers that he needs 老板讲话 一般可能会需要手里拿一些文件 那这些文件呢 需要做 photocopy 复印 影印 对吧 你老板要用 那我就给你都做好准备 she arranges meetings for him and she takes the minutes at the meetings takes the minutes 从字面上不太好理解 对吧 好像要掌控时间一样 其实呢 是做会议 记录 这一点呢 在很多公司 包括互联网公司 我们都有一个PMO 那就是每一个项目的 就这么一个PA的角色 他呢 就安排所有的会议 所有的日程 然后呢 在会上 他也会指派 一个人做出官方的会议记录 一般情况下也是他来做 会后的to do呢 也是他来做 对吧 she takes the minutes at the meetings Bella is a very organized person she keeps the record of everything she does at work and sets herself targets tana keeps the record record这个地方是名词 做好存档 每一件事是存档 然后set her targets 设定自己的目标 she does her best to achieve her goals 她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every morning she makes a list of everything she needs to do 正常的这个打工人 每天早上起来先梳理一下 今天要干啥 对吧 today the first thing on her list is hand in my notice hand in 上交的意思 my notice 上交给谁呢 她肯定上交给老板 对吧 就是把我手里所有的工作呢 全部给你 那这叫什么呢 辞职 hand in my notice 对吧 辞职 but she's not going to take her early retirement 但是呢 她并不是想要早早就退休 she's got a new job where she will be the boss and will have her own PA 她原来有了新工作 在那呢 她是老板 她也会有自己的私人助理 OK 通过这篇文章呢 我们大概就了解了一些常见的工作中 用的这么一些搭配 我个人感觉理的还挺全的 而且呢 在现在的互联网公司的风气 越来越流行的情况下 大家能够比较好的去理解这件事 我们主要完成30.1 就是用work, job and career 去进行填写 那这块填写呢 其实还比较简单 第一个 I took on too much work 那昨天上个月啊 工作这个太忙了 第二个 at the peak of her 看到peak 她的事业巅峰 Daniel Robertson's what in education lasted almost lasted career 她在教育方面的工作 的事业 I have a very demanding job 非常的费力 对不对 at the moment we're carrying out work 我们怎么执行工作呢 on the design of a new stadium 去完成一个新的场馆的设计 第六个 the scandal scandal是谣言的意思 ruined his career 摧毁了或者毁掉了 他的职业生涯 I'm going to apply for a job 申请工作 she had a long and brilliant career 她呢 有又长又大好的事业 in show business and 20 she got her first steady job 稳定的工作 in a small regional theater but it was in 1980 that her career really took off 但是在1980年呢 她的事业成功了 腾飞了 which was offered a part in the tv series ok 这就是今天的第三十个 内容表简单 大家可以完成后面的 跟答案去做比对 还希望大家能够给我 三连转发 点赞 ok 今天就在这里 see you by bwd6 by bwd6